我有个提议美国人,干脆把整个第七舰队,都派到南海来算了。 多家美国和菲律宾媒体报道说, 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周一八日,又杠上美国了。 上周,他刚刚吐槽,美国总怂恿菲律宾,在南海和中国对抗,是拿菲律宾人当蚯蚓。 美国商业内幕报道截图 据美国商业内幕报道,杜特尔特最新的应对美国的言论是这样说的。 我有个提议,如果美国想让中国离开南海,而我又没办法让他们中国离开那我要求美利坚和中国,把整个第七舰队的全部力量,都部署到那里。 杜特尔特说,只要他们美国第七舰队,一进入南海, 我也会去,我会和第一批进入南海的美国人一起前行,然后我会告诉这些美国人。 好了,炸吧,把一切都炸了吧,熟悉国际关系的人都清楚。 杜特尔特的风格,就是敢说,他这番话该如何理解? 美国商业内幕的解读,包括以下四点。 一杜特尔特周一的言论,是对美国的又一次刺激。 二上周他刚指责美国怂恿菲律宾,对抗中国是把菲律宾人当诱饵。 三杜特尔特原本就质疑过,美国是否有决心保护菲律宾。 四,他最新的言论是给美国的讯号。 也是给菲律宾国内那些批评他,不敢和中国对抗的人的讯号。 明白了吗? 上周,当地时间五日晚,杜特尔特在一次讲话中,就美国一直怂恿,逼迫菲律宾在南海对抗中国予以抨击。 表示如果美国真的想帮助菲律宾,再有争议海域主张权利,应该率先对中国宣战。 菲律宾一定紧随其后。 在讲话中,杜特尔特先是批评美国,一直在南海问题上怂恿菲律宾,把后者当棋子。 他反问道,美国总是在逼迫我们。 你认为菲律宾人是什么? 邱颖,一直诱饵,吗? 杜特尔特表示,美国总是提及美非共同防御条约,如果真的想帮助菲律宾主张权利。 该国就应该先对中国采取行动,而菲律宾一定会因两国之间的互防条约紧随其后。 你美国把你的飞机、船都带来吧。 打响第一箱。 我们将跟在你们后面。 让我们看看,谁会先倒下。 杜特尔特说,你想要制造麻烦。 行,那上吧。 菲律宾每日问行者报八日也报道了杜特尔特的新言论。 菲律宾每日问行者报报道截图。 文章认为,老杜的言论是对美国的又一次挑战。 当然,这也不是杜特尔特第一次公开,表达对美国的不欣赏。 据菲律宾ABSCBN网站报道,杜特尔特此前在东京会见在日菲律宾人代表时, 曾猛烈批评美国的霸道行径。 与此同时, 此次也不是杜特尔特第一次公开, 表达反对英南海问题与中国开战的立场。 马尼拉公报称, 今年4月,杜特尔特发言力挺中非关系, 称中国是菲律宾的朋友。 他强调, 自己不可能去和中国开战。